据媒体报道 韩国男星朴友天 年前爆出桃色丑闻 好在已经经过法律手段 还自己清白 相隔三年 他复出推出新专辑之际 前女友黄鹤娜 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爆料 称朴友天打女人 虐待动物等 引来热烈讨论 朴友天二日晚 在首尔江南区举行演唱会 他在台上直言 这时候的自己 比当新人时期还要紧张 以后的每一步 都会尽力做到最好 更坦言 很想再次演戏 希望能够有机会 最后情绪涌上 流着泪喊着 真的很谢谢 非凡娱乐 时时报道